大家好,这个是我们公司的第一个中文视频 那现在在我们前面的是一台我们刚刚生产出来的 45尺码头内运半挂车 大家可以看到40这个数字是表示上面的档块是挡住40尺集装箱的 那20的数字是挡住20尺的 从标识上可以看到这个半挂车 主要是用于各个集装箱码头内部在集装箱卸船和装船的时候 来回于堆厂和龙门吊之间的一个转运工具 那我们今天可以简单的看一下这辆车的外观 这是一台我们做给上海码头还有国内和新加坡韩国码头的样车 那各个港口的要求不一样 所以我们综合了各个港口的要求 把一些小的细节做了调整 那今天我们可以一起看一下 一二三 首先是支腿和牵引板 我们的支腿设计是考虑多次接挂的强度 保证了它在接挂和脱挂的过程当中不会歪曲变形 那这一次我们没有采用普通的平台 我们采用了约斯特A400的升降支腿 在国内的各个港口都很受欢迎 前面的牵引板我们的厚度看起来很薄 但实际上在整个牵引板的结构设计当中 我们考虑到了牵引板的磨损和内部的结构加强 并且我们跟各个港口的运输公司可以承保 如果他们在几年的使用过程当中出现了强度不如其他的工厂的情况 我们可以过去帮他们维修 两次的尼龙带比较大的减轻了这辆车样的自重 在运营的过程当中可以节省很多燃气 边上的反光条是为来回的车辆和行人准备的 那在顶部我们还有专门给雕机准备的反光条 方便他们操作我们现在上去看一下 现在来到了顶部大家可以看到档块的顶部和侧面 都装有非常明显的反光条 这样雕机的司机在雕卸集装箱的时候 就可以很清晰的看到这辆车在很低的地面上位置 因为从雕机向地面上看这个车辆非常小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档块是20尺位置档块 前面可以放置一个20尺 后面也可以放置一个20尺 那前面是40尺的档块 我们在迁移板的位置加装了盖板 这样的话很多粮食和他们运输的一些杂物 不会导致这个地方积压 并且可以很好的防水 对迁移板有很好的保护作用 轮胎方面我们选用了充气轮胎 很多港口也会选用实行轮胎 这个根据不同的港口我们可以做一个选装和调整 车轮我们选用了港口里面用的最流行的BPW车轮 虽然价格贵一点 但是它的使用寿命比较差 那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是车辆的尾部 整体的这个车辆非常的漂亮 颜色我们选用了黄色 视频比较短 希望这个短视频能够帮大家认识到 我们现在做的这种产品的一些特征 那我们晚一点再看其他的车辆 谢谢